接著我們就開始教 重量百分濃度 重量百分濃度的意思就是 免100公克溶液中所含有溶質的特數 我們在八年級上都跟你講過了 算溶度就是算什麼 算比例 誰會覺得比例 糖在糖水中的比例 溶質在溶液中的比例 什麼比例 隨便 你可以算體積比 你可以算質量比 隨便你 我現在挑的是質量比 重量百分濃度 100公克溶液中所含有溶質的特數 公式顯成正德性 下面是放溶液的質量 多少公克 上面是放溶質的質量 多少公克 後面要呈100% 是數學上要求 形式上必須要有這個 你才會出現百分譜號 才會出現百分譜號 那麼百分譜號 這樣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重量百分濃度 就是這樣子算的 就這樣子算的 OK 所以請記住 這就是所謂的重量百分濃度的計算公式 分母棒溶液的質量 多少公克 分子棒溶質的多少公克 然後進成百分之一百 這樣叫做重量百分濃度的計算公式 計算公式 其實你要記好 這就是算的 那如果你把它的質量 統統變成多少毫升 變成什麼東西 體積百分濃度 如果你底下放的是 溶液有多少公升 上面放的是 溶質有多少毫耳 就變成所謂的 毫耳濃度 就在講過 都是在算什麼 比例 溶質在溶液的比例 你塞進去的東西不一樣 你就算出不一樣的濃度的單位 那你想法是都一樣 因為要溶解度 一杯水沒有辦法 無限的溶解糖 有一個限度 就叫做所謂的溶解度 溶解度 那麼溶解最大量 我們寫作一百公克的水 溶幾克 這個水不一定是水 如果你溶解在酒精 就寫一百公克的酒精 都在講了寫一百公克的甲粉 但是我們都交水 我們一百公克的水 還有幾公克 叫做所謂溶解度 一定的溫度跟壓力之下 有溶解一個程度 叫做溶解度 這是一個常常會考到的觀念 所以呢 這個意思就是 一百公克的水 最多可以溶解二十五公克的溶質 溶解溶解溶質 那麼正確的寫出 溶解度必須要標明溫度跟壓力 因為溫度跟壓力 會影響溶解度的大小 有的時候我們壓力 就不特別強調 因為我們通常都在大氣壓下 但是可能會有不同的溫度 所以考試題目會畫個表格 有不同溫度的溶解度 然後問你說會溶還是不會溶 能不能全部溶解之類的題目 所以這是它的意思 那麼我們這兩個表示碼當中 有一個不同 我們的重量百分容度的分母 換它是什麼 一百公克的糖水 農業農表是什麼 表示啥之碼 一百公克的水 這兩個表示碼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糖水 一個是水 所以如果需要做換算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或者是要表達你就要注意 它的分母方的東西是不同 分母方的東西是不同 OK 這是我們當初跟各位提供的一個重點 在我們的考試題目有一些提醒 這個提醒是最簡單 完全不用算的提醒 我有一缸300毫升 百分之二十的糖水 取出50毫升多少 還是百分之二十 因為容易是均勻的混合物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們取出的時候 被取出來的剩下的 都在原來濃度完全相同 這種簡單題目也考過很多遍 不用算 看就知道了 哪一種提醒叫西式加水啦 這以前有做過對不對 那我們當初將你的時候 是告訴你怎麼做 掌握無辨 找到相等 我們說糖水西式的時候誰沒有變 糖水西式的時候誰沒有變 糖沒有變嘛 糖水加水糖沒有變 所以我們就寫個等式 西式前的糖等於西式後的糖 只是因為你加了水之後 濃度會怎樣 減少 所以計算就這樣算了 另外我們題目比較討厭到混合 混合的時候 糖水加糖水 糖也會變 水也會變 糖水也會變 沒有人不變 不過沒關係 工事不會變 分母就給我放糖水 分子就給我放糖 兩杯到一起 糖水就加起來 糖就加起來 然後跟你講過了 通常糖水不是問題 是糖有問題 你要知道A那一杯有多少糖 B那一杯有多少糖 然後把它加起來 就問你說 我告訴你 百分之二十的糖水有三百克 你會不會算 那裡面糖有多少克 會不會糖有多少克 就是我們把它加成 所謂的殼加 加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一些提醒上 可能會有的做法 OK 可以嗎 可以